在1846年以前 今天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属于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一个省 叫西属加利福尼亚省 后来随着西班牙帝国在美洲势力的衰弱 西班牙的殖民地纷纷独立 加利福尼亚地区也独立成一个新的国家叫加利福尼亚共和国 1847年 美墨战争爆发 加利福尼亚地区一部分属美国管辖 一部分属墨西哥管辖 美国部分叫上加利福尼亚 墨西哥部分叫下加利福尼亚 后来美国战胜了墨西哥 则整个上加利福尼亚地区都加入了美利坚共和国 今天的好莱坞是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西北部的一个地区 直到1850年 这里除了山地 丘陵 荒草 树林以外 并没有人类居住 1853年以后 才开始零星有人类居住 1886年 有一位名叫哈维亨德森维尔考克斯的房地产商 在这里买下了大片的土地 哈维维尔考克斯是纽约州人 一生从事房地产行业 那时候移民美国的欧洲人很多 哈维因此赚了很多钱 哈维一生接过两次哄 第一任妻子叫埃隆维尔考克斯 埃隆在37岁时得了肺结核 并因此而去世 1882年 哈维50岁时 约20岁的戴伊达哈特尔接哄 他们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 虽然年龄相差巨大 但这些困难都能克服 风后 哈维带着戴伊达到处旅游 1883年 他们到达了繁华的西部大都市洛杉矶 美国西部的自然风光及温和的气候 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便决定在此长期居住 1886年 哈维在洛杉矶市注册了一家地产公司 同年 他们在洛杉矶郊区的一个山前古地 购买了一棵土地 这块120英亩的土地 就是以后声名远洋的好莱坞 哈维和戴伊达买下土地以后 准备种植胡椒树和无花果树 发展农业 但因为种种原因 都失败了 于是他们计划将土地戏风建成社区对外出售 那时候这块土地并没有名字 于是戴伊达和哈维就想着给他们的社区起个好听的名字 有一次戴伊达在旅行时 同班车的一位旅客说自己来自于俄海俄州的一个叫好莱坞的地方 戴伊达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好听 于是回到洛杉矶以后 戴伊达就将他们的社区定名为好莱坞 Holling英语东青的意思 Hollingwood的意思是东青树林 这是一个充满了失忆的名字 这就是好莱坞名字的由来 1891年 地产商哈维维尔卡克斯因心脏病去世 戴伊达就独自一个人将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好莱坞社区的建设上 他给每一条马路都铺上了地砖 给每一条街道起了名字 并募资修建了教堂 学校 图书馆 医院等机构 空白的土地上铺设了草坪 马路两边种植了英国东青树 戴伊达被后世誉为好莱坞之母 并于1995年入社俄海俄州名人堂 到了1900年以后 好莱坞便渐渐兴盛起来 旅馆 报社 邮局 商品市场都相继建成 通往洛杉矶的班车也多了起来 好莱坞已经成为洛杉矶郊外一个风光秀丽人流密集的小镇 在1910年之前 美国电影业的大本营在纽约 那时候的电影都是黑白无声电影 但人们依旧趋之若鹜 这种可以活动的真人影像 让人们充满了好奇与欢乐 那时候美国的电影制作公司深受爱迪生的影响 托马斯·艾迪生是享誉世界的大发明家 一生拥有许许多多的发明专利 而电影制作的绝大部分关键机器爱迪生都拥有专利权 比如电影发映机 留声机 活动电影摄像机等等 电影制作公司要想拍摄电影 就必然要使用爱迪生拥有专利权的机器 这自然就需要向爱迪生公司交纳专利使用费 有许多的电影制作公司经常会逃避这些费用 因而收到爱迪生公司的法律诉讼 而且爱迪生公司的员工会经常光临纽约的各大电影拍摄现场 索取专利费 1908年12月 爱迪生联合美国当时最主要的电影公司 成立了一家叫爱迪生电影专利公司的机构 也叫爱迪生电影托拉斯 该机构主要的做法是 机构内的所有公司 均被允许使用爱迪生拥有专利权的电影设备 而机构外的电影公司 就需要缴纳专利使用费 如此一来 爱迪生电影托拉斯的成员 就垄断了美国的电影市场 而其他电影制作商 均被排斥在市场之外 这实际上严重的阻碍了新生力量的加入 阻碍了电影业创意创新的出现 爱迪生的这一措施 也将纽约大量的电影公司赶到了纽约以外的 其他城市 直到1915年 美国联邦法院才最终以 该托拉斯所获得的利用 远远大于专利保护的收益为由 而终止了爱迪生托拉斯的存在 1910年 美国电影放映机器与传记公司的导演 大卫格里菲斯带着设置组来到了洛杉矶 他们计划在远离纽约的美国西海岸 找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拍摄电影 最终 洛杉矶市郊的好莱坞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当时的好莱坞只是一个居住数百人的小型村镇 当格里菲斯向人们说起了自己的来意以后 好莱坞的居民一直欢迎 设置组很快在这里安顿了下来 几个月以后 一部名叫在古老的加利福尼亚的纪录片 便杀青了 后来他们又制作了几部电影 才返回了纽约 很快 格里菲斯导演的作品 竟又引起了市场的欢迎 很多电影同行纷纷模仿 一时之间 加州的好莱坞热闹非凡 加利福尼亚州 警铃墨西哥 气候温和 阳光充足 一年四季都可以拍摄电影 并且远离纽约 爱迪生公司的法务人员往往是鞭长墨迹 1911年10月27日 一家名叫内斯特电影公司的小公司 与好莱坞成立了好莱坞历史上的第一家电影工作室 该公司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而为环球电影公司合并 美国早期的电影公司赛利格公司被认为是第一家在好莱坞成立电影制片厂的公司 赛利格公司那时是一家小有名气的电影制作公司 制作过多部卖座的影片 比如绿野先宗 基督山伯爵等等 虽然刚开始赛利格的制片厂建在今天洛杉矶的埃登戴尔区 但很多历史学家认为 其在好莱坞有风场 是最早在好莱坞建立制片厂的电影公司 同时其纽约的各大电影制作公司 也都在好莱坞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基地 这其中 环球营业的创始人卡尔·拉姆勒最为典型 卡尔·拉姆勒是德国巴登·弗腾堡州人 犹太义 出生于1867年1月17日 他有兄弟姐妹13人 他排行老实 13岁的时候就开始外出打工 17岁时随父母移民到了美国 干过各种行业但都不太成功 1905年 拉姆勒身上攒了一些资金 他开始准备寻找合适的创业机会 有一天 他看到大街上人们都排着长队买票 进电影院 于是他觉得开家电影院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那时候人们的娱乐活动并不多 电视机 游戏机 都还没有出现 而电影的诞生也就十多年时间 电影院成了人们放松休闲的时髦场所 1906年 拉姆勒的第一家电影院开张 出乎拉姆勒意料的是生意非常的好 几乎每天都坐无虚席 两个月以后他就开设了第三家电影院 后来他便成立了一家名叫拉姆勒电影服务的公司 专门运营他的各地电影院 没有几年 拉姆勒变成了北美地区最大的电影院连锁公司 然而数大招风 1909年 埃迪生的电影专利公司就找到了拉姆勒 要他交纳高额的专利使用费 因此 拉姆勒不得不与埃迪生公司对过公堂 在法律诉讼期间 拉姆勒产生了自己制作电影的想法 后来 为了躲避埃迪生公司的纠缠 他于1910年 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 迁往加利福尼亚的好莱坞 到了好莱坞以后 他便很顺利的制作了好几部电影 拉姆勒是人类电影史上第一个实施 明星制造维护体系的人 在他的电影制作公司刚成立时 为了招到优秀的演员 他高薪挖到了比奥格拉夫电影公司的头牌 佛罗隆斯 劳隆斯 为了让佛罗隆斯更加发红发紫 他不惜重金 在各大媒体发布 佛罗隆斯车祸去世的假消息 之后又登报说明这是假新闻 一次制造舆论 大肆宣传 最终 成功地将佛罗隆斯捧红 此后他又以同样的手段 维持旗下明星的热度 1912年 拉姆勒赢得了与埃迪生公司的法律诉讼 同年 他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 更名为环球电影公司 简称环球影业 1913年 他投资50万美金 在好莱坞购买土地 230英亩 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制片厂 这就是如今好莱坞大名鼎鼎的环球影城 1913年以后 美国的各大电影制作公司 几乎全部入住好莱坞 这对美国电影产业的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的电影产业起源于新泽西州 纽约等地 并聚集于纽约 后来因为气候环境 以及爱迪生的专利托拉斯 而转移到佛罗里达 而佛罗里达州依然不是理想之地 加利福尼亚州的好莱坞 变成了最后也是最理想的落决点 那时候美国有五大三小电影制作公司 五大分别是派拉蒙电影公司 福克森电影公司 华纳兄弟公司 米高美电影公司 以及雷电华电影公司 三小电影公司分别是 环球影业公司 哥隆比亚公司 以及联美电影公司 这八家电影公司 垄断了美国电影业的全部制作 发行放映环节 在1910年到1950年代 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标杆先行者 他们全部落脚好莱坞 撑起了好莱坞世界电影之都的名号 1927年 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有声电影 爵士歌手 与好莱坞制作完成 这是由华纳兄弟公司制作的人类 第一部有声歌舞电影 它已经上映 便好评如潮 虽然有声电影的技术理论 早在1900年时就已经成熟 但实际的制作效果充满瑕疵 爵士歌手的成功 不但是华纳公司声名远扬 也是好莱坞沾光多少 现在好莱坞山上的地理标志 Hollingwood 建立于1923年 原本的标志为Hollingwood Land 是原洛杉矩的一个地产商为推广 当地的房产而设立的 由于该标志建立在山丘上 非常醒目 现在已经成为好莱坞的象征性标志 1949年 好莱坞商会与洛杉矶的市政管理部门 维修该标志时 将后面的Land怎么去掉 这样Hollingwood就代表了整个好莱坞地区 而不是好莱坞的某个地方 由于历史上有很多人 在该标志上跳下自杀 现在该标志已被监控保护了起来 好莱坞的星光大道 是一条相拥新型奖章的人性道 这些奖章上都刻有名人的姓名 目的是为纪念这些名人 对电影业做出的贡献 这条人性道修建于1958年 现在已经被洛杉矶时 认定为文化历史地标 新光大道上的星星 曾经有被人偷盗过的现象 现在这条街上也装有摄像头 以防盗窃 1960年以后 随着电视的普及 电视剧以及电视节目 成为了人们的主要娱乐项目 电影的制作及市场份额 受到严重的下滑 好莱坞也受到波及 经济出现了衰退 但在2000年以后 在政府的用作下 高档住宅以及名人住宅区 迅速发展 现在的好莱坞不但是 美国电影工业的代名词 还是一个环境优美 居民幸福美丽的地方 好了 关于好莱坞的诞生历史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收看 希望您多多支持 订阅本频道 再见